接下來我們要跟各位談的是一些加熱的注意事項 兩桶表玻璃不可加熱 前面跟各位講過的兩桶是不拿來加熱的 溫度器不可以直接加熱 你可以放到水去加熱放到水裡面可以 但是不可以拿到火上直接卡 讓它容易有裂掉然後你就壞掉了 我講過了我講過了 它只要裂到一個你用肉眼看不到的裂 我用東西就掛了 這些東西燒杯啊蒸發米 我們可以拿來加熱 通常是間接加熱 怎麼加熱 隔著一個陶瓷纖維網 以前叫食棉新網現在食棉禁用 所以叫做陶瓷纖維網 為什麼要隔一個陶瓷纖維網 為什麼要隔一個陶瓷纖維網 為了受熱均勻 為了受熱均勻 如果受熱不均勻它容易裂掉 容易裂掉 所以為了它受熱均勻 它做這個事情 所以要做這個事情 OK 就是我們的間接加熱的事情 然後要這樣放在陶瓷纖維網上 讓它能夠受熱均勻 然後呢如果不需要高熱的 可以用隔水加熱方法 我們國中的鯉化實驗 基本上沒有隔水加熱這件事情 不過你們生物應該做過這個事 生物好像做過這個事 隔水加熱 隔水加熱 四管燃燒時就可以直接放到上面 直接放到火上直接烤 可以直接加熱 然後它就可以直接拿來加熱 然後剛剛已經講過了 四管加熱的時候 通常會斜斜的 傾斜的目的 是可以增加它的受熱面積 傾斜之後的管口 可能要朝上或者是朝下 但是不管朝上還是朝下 重點是不可以朝人 因為你們把一些東西可能會很劇烈 可能會噴東西出來幹嘛的 OK 所以可以朝上或者朝下 根據實驗的需要不同 可以朝上或朝下 但是絕對不可以朝人做 然後呢移動或清潔加熱或氣力 要選擇時常的小運燙傷 這其實是移動過熱或過冷的東西 都要小心 但是我們火中實驗室沒有過冷的 那種液態氮那種過冷的 那種沒有 我們火中實驗室沒有過冷的 但可能有太燙的 要它小心的 免得自己受傷了 受傷會有受到傷害 兩桶的使用是一個重點 前面跟你講過了 不拿來加熱 不拿來配藥品 不拿來發生化學反應 它這有個用途 什麼用途 測量液體的體積 怎麼樣做 我們說目光要平視 有人講要垂直 垂直的意思就是說兩桶百正 眼睛跟它垂直 才是平視的意思 目光要平視 平視什麼位置呢 平視哪裡呢 如果液體是凸起來的 我們只有液體凸起來叫做水移 就要平視最高點 如果液體是凹下去的 我們只有液體叫做水移 就要平視最低點 兩個的目的都是為了要減少誤差 老師 那我平視中間會不會誤差更小 可是你不知道哪邊中間呢 抓不到哪邊要中間啊 可能就定到中間啊 所以我們平視最高點或者是最低點 所以液體凸的使用要平視 目光要平視 然後呢平視最高點或者是最低點 如果液體凸起平視最高點 如果液體凸下平視最低點 像這樣子 目光要平視 然後呢 左邊是水 就平視最低點 右邊是水移就平視最高點 平視最高點 那麼它上面寫個叫大跟叫小 你就不要背它 因為那個跟你的刻度的位置有關係 那這個刻度呢 靠近眼睛這一邊 在左邊和眼睛這邊 所以從上面看 看到的是上面的刻度 所以叫做叫大 從下面看看到叫對不對 所以叫做叫小 可是如果你把刻度放到右邊去 答案就會相反 上面看他看到的是下面 像他看到的是上面 就不一樣 所以他會叫大跟叫小 你的刻度的位置是有關係的 看他刻度放哪裡 才知道這樣叫大還是會叫點 重點叫做目光要平視 平視哪邊 最高點或者是最低點 凹下去看最低 凸起來看最高目的減少 故障